大家好我是老K 今天我們繼續來K遊戲 我想我有多喜歡鬼機應該不需要再多做說明 但為了不希望讓還在觀望的人認為 我是一個只要鬼機就全肯定辦的玩家 不然卻變成沒什麼公信力 所以我可能會稍微嚴格一點點來說說 這款離職鬼機 不過在開始之前還是要先大概帶過一下 鬼機系列的這家公司Fallocon 它是一間非常特別的公司 而且非常調皮 喜歡挑戰粉絲的忠誠度 喜歡挑起粉絲之間的派系鬥爭 雖然鬼機系列最常被噴的還是畫面技術力 但必須要說絕對不是什麼鬼機賣不好 還是公司不賺錢發展不了技術一直永遠落後等等 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這家公司的最高領導人 據說他有社交恐懼症還是不想管人怕麻糞什麼的 因此這家公司從很久以前的50人小規模公司 在經歷過多年的努力 以及社長的強烈說服要求下 終於成長到了60人 對你沒看錯 一間年年財報都很漂亮的公司 就是不肯擴編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 鬼機系列被噴2022海這種畫面也是沒有辦法 但說句實話 日系RPG真正畫面上能夠跟得上歐美大廠的也就那幾間 所以如果堅持要挑畫面 那真的就只能等SEGA萬代或SE等等吧 況且鬼機的畫面真的如此不堪入目嗎 好像也沒這麼嚴重對吧 那或許從去年日版發售後 就已經有不少物類型都出現了 該買的可能早就買了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有沒有現在還在觀望的 你們在等什麼 或是你們想確認什麼 可我才決定要不要買 這點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因為確實離鬼賣的很差 我也想過很多可能性 但想直接聽聽看大家真正的想法 是想確定到底是否有一座完結嗎 還是想知道劇情有沒有像閃鬼一樣灌水 還是想知道黎恩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才玩 還是有出現不玩 還是有沒有萬惡羈絆系統 對於希望人家來說 最重要的還是 這座能不能入坑跟到底好不好玩 希望大家能盡可能留下你還在觀望的原因 或許我能幫到你 或許不能 但也沒損失對吧 沒關係 我會盡可能把我感受到的全部說出來 好的壞的我都會說 我應該有把握住到不無腦亂吹或亂噴 那我自己是透過將近120小時最高難度下通關 全支線近乎全NPC對話 我會盡量用兩種不同的角度來檢視這款遊戲 一是用全新沒接觸過軌跡系列的玩家角度來看 二是有玩過前作還在觀望的角度 首先畫面就不再多提了 新玩家就憑自己感覺能否接受就行 對於老玩家來說改變還行 但也不到閃2到閃3那種經驗度 不過在很多細節上有明顯的進步 尤其是那一個Sound的物理碰場 倒是做得很用心 動態捕捉上也更加流暢一點 還是想想最開始的閃鬼3D化 那個激烈的勞拉與飛的一對一單挑 再看看現在其實是蠻欣慰的 劇情部分我想大家也是最在意之一的 不過在講劇情之前要先讓新玩家大概知道 鬼機系列在軟性重開機後的第一作 像離之鬼之間換個國家地區 換全新主角群開始的第一作 通常都只是這個地區國家篇章的起頭而已 很難真正的深入去破梗本次的故事核心 但我這樣說不代表離之鬼機就像閃1或閃3那樣 故事收尾在壞壞的斷點 它基本可以說是無限接近離之鬼機那樣 一個完整的故事結束 並藉由這次的事件點出背後可能的核心鬼機主線 以及這次又有哪些新的角色以及勢力團體 他們分別代表什麼樣的立場 或者他們在這個國家地區又有各自什麼目的 離之鬼機是一個完整一作結束的劇情沒有問題 單論主線部分分量相當充足 且一改閃鬼可能卡在分級制度或是其他因素考量下 各種不死人或是死的都是不認識或是簡單帶過 也就是被大家犧牲看起來很俄系的帝國內戰 這次離鬼一改前鋒 各種便當發好發滿 發到連重要角色都發真的很趕 畢竟這次分級提升到了15級加的輔導期 能用對話用詞也很大膽 我自己也是看得蠻開心的 什麼你硬了嗎 什麼色女等等毫不避諱 這點真的是完全給予肯定 再來必須要稱讚一下編劇 在於討好老玩家跟體育新玩家這部分上 算是拿捏得恰到好處 如果是系列老玩家 完全可以在本作感受到滿滿的誠意跟彩蛋 不僅有一些重要許久會出現的舊角色登場 而且還給出了一定份量的劇情安排 真的是看得非常過癮 但是可以非常肯定 連鬼機 青女人 雷恩 都已經有特別待遇的情況下 也依然不會搶去新角色的風采 因為這次在新主角拳的描繪上 我覺得是歷屆第一作最好 尤其幾個人氣角色在第一作 就充分展現他獨特的一面 另外對於全新玩家 接受本作在劇情上的問題 我想這樣說 鬼機系列畢竟主打 就是豐富且緊密關聯的系列遊戲 所以對於外面的遊戲來說 入坑肯定還是比較難 但對於鬼機系列來說 這作真的非常好入坑 應該這樣說 它會不時提到前面的劇情設定 或是過往的人事物 但如果是關於本作劇情 一定要理解的 遊戲都一定會想辦法 找人或情況解釋給你聽 不理解的部分 也會藉由其他主角群的吐槽做到 總感覺你們說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 但其實只要知道現在情況很危急 對嗎?等等 所以是不用擔心 沒接觸過前作 或去影響到本作的體驗 最多就是彩蛋情緒吃不到 這次因為主角群裡面的 南伊發洋亞克萊德 他就是一個從空軌時期 一直都有在接觸鬼機主線 但我們卻不認識的一號人物 透過離鬼才了解到 原來他從什麼時候 就有在默默接觸很多事 當然多少都會讓人覺得 部分事情有點強性介入的感覺 但我自己感受下來 多數都還算合理範圍 而且不少大概率是 之前在寫的時候 就有留位子給他了 那老玩家就可以透過 他與眾多舊角色的對話中 聽到滿滿的彩蛋 我可以保證 這位新主角人脈 或許可以媲美前作的人脈王王子 當然不到他的程度 不過覺得遠超過你們的想像 那新玩家就可以透過 其他主角群的角度 去感受這款遊戲 畢竟他們之於前作發生的事情 也是不了解的 遊戲中也是透過其他角色 去解釋之前的種種給他們理解 當然也就是順便解釋給全新玩家聽 另外整體上除了分歧制度調高 所帶來的好處外 劇情也因為主角群的關係 更加不一樣 這次的主角群 是一個流走在黑與白之間的 地下萬事屋 整體故事進展相比前幾座 也更加寫實與黑暗 尤其是這次的支線 很多都非常真實 會來委託地下萬事屋的 都是一些不太能公開 或是請求警察 尤其是委託 什麼假見尋找失蹤妹妹 其實是變態跟中狂 還有一個企業主管 上半時間偷用手機 上一些怪怪的網站 偷看色色的圖 結果被人駭路抓到把柄 各種威脅不然就公開 像這類型的委託 都是屬於無法使用正當管道處理 就會需要委託給這次的主角群 而主角群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斷 決定要怎麼處理 不過對於上述事件 我更建議 網路安全的重要性 真的是不容輕忽 尤其我知道蠻多觀眾 都會喜歡去看一些怪怪的網站 男人嘛 正常 但如果你的身份特殊 更應該要小心 與其事後找地下萬事屋 我更推薦 Surfshark VPN 對 沒錯 就是無情工商 VPN的好 我想也不太需要去說明 什麼各種Netflix 動畫風 跨區追劇 Prom Steam PS4 Xbox 跨區玩遊戲 買便宜遊戲等等 我想我再用的早就已經用到翻掉 但對我來說 真正最重要的還是安全隱私與加密 有時候一時貪圖方便 使用來錄不明的VPN 也不是不行 但一旦出問題還要花錢去找地下萬事屋 不如老老實實 尋用一個大牌安心且CP值超高的Surfshark VPN 簡單介紹一下 Surfshark是一間歐洲品牌 目前公司總部設計在荷蘭 大家也知道 歐美公司特別注重隱私 另外 我這個人很怕麻煩 Surfshark VPN 可以一個人申請全家使用真的很方便 且不限定登入裝置數量 重點不限定數量 PC Mac Android iOS 各式智慧型電視 Google Chrome Firefox Xbox 玩PlayStation等等 你想要到的基本都有知識 愛怎麼裝怎麼裝 且支援20小時7天全天後服務 30天保證退備機器 現在還有全新更高級的套餐 Surfshark 1 大大提升安全跟隱私性 最重要的是有支援Antivirus反病途 其實比起VPN Quad帶來的好處 真正最重要的還是安全與隱私問題 現在點擊下方資訊欄輸入我的優惠碼 OK VPN 即可獲得17者優惠 加上額外3個月的免費服務 其實很少就想竟然看這句話 感覺蠻帥的 好啦 真的使用安全大賞有保障的VPN 可以免出這次離鬼中大叔那樣的窘境 那除了支線與主角群的設定外 這次新的LGC系統也算蠻有意思 有點類似三角戰略的信仰系統那樣 可以在對話當中或支線的選擇中去影響你的走向 是偏向於法則混沌還是兩者之間的灰色 這些在之後會影響可以合作的組織等等 但我直接實話實說 這個LGC影響的幅度其實不大 充其量對這個有心意 過程選擇糾結也挺有趣 也可以決定反派的生與史蠻爽的 但其實對於故事的分析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就是中間章節可以來幫忙的組織與勢力不同 不過可以有機會讓反派結束跟我們站同一邊也是蠻不錯的 另外想玩這一座一出場人氣就爆表的師姐敬愛 在選擇上可要多小心啊 好啦 雖然說LGC並不是個什麼太大的分析玩法 但也可以理解 畢竟前面也說過 這是個長篇有連貫的系列遊戲 不太可能搞什麼系統讓故事有嚴重分歧 那之後再續做要怎麼發展對吧 不過我自己也建議啦 法色還是專心在劇情上會更好一些 系統玩法什麼的 其實真的不會比一部好的劇情與合理的發展更重要 除非你能做到像P5那樣超自由超好玩 但畢竟《軌跡》這個系列就是長篇系列 這場自己也說過 目前也才進展到整個世界觀主線的60% 不太可能去搞這種開放式的多線玩法 為了這個系統導入中傷的突然問題就會相對可惜很多 這點等等也會細說 總之劇情的部分我覺得沒問題 表現可以說是回到靈軌水準 能不能回到靈幣還要看後續發展 但節奏部分依然還是那個軌跡 我可以說這部分對於老玩家來講可能還可以理解 軌跡就是主打一種讓你真正的體驗他們的生活 不單單只是主線精彩的部分 而是連同他們日常周邊的NPC都是活生生的 這點一直以來都是軌跡的一大特色與優勢 讓NPC不再只是單純的抽人數提供服務而已 確實是生力其境的當了一回地下玩事物的意願 但是說實話 真的對於現在的遊戲環境來說真的不吃香 不再是那種我花了多少錢可以玩多久的年代 注重CP值的年代 好像我花了一千多塊下去能玩越久越只會票價 現在的社會我感覺時間比金錢更重要 玩家要的是精彩緊湊的故事 已經沒有多少玩家有辦法放慢步調去體驗這些 當然對於老玩家來說沒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喜歡這點 可是連身為系列拳王派的我也開始覺得有點太多了 所以這邊會建議新舊玩家真的可以依照自己的承受度 去調整支線或者是NPC普查拉力度 真的沒有必要全部都做 因為會影響體驗故事的節奏 像創鬼那樣的節奏就很爽快 不過離異畢竟是一個新的地區的開始 透過以往的做法體驗一下日常接委託與NPC聊天 再推個主線固定式的流程還算可以接受 但希望離異能夠改一改 不一定要像創鬼那樣滿滿的主線 但不要再幾乎固定到不能再固定的章節流程推進 不過必須要提到一點 這次因為主角群的特殊身份與範恩本身背後的特殊設定 讓支線與NPC普查這件事情的回饋變得很大很有意義 可以說是跟主線有一點關係 如果都做的話後面給的反饋其實蠻震撼的 當然少做一些也不影響主線故事 就憑自己承受度調整即可 全種主線的話大約60小時左右內容也是非常豐富 包含全支線跟NPC普查約100小時 再看你選擇的難度CP值是真的很高 在音樂部分法式音樂一直都是非常強的 但這作也不少人反映音樂品質有大幅下滑 因為大量外包的關係 或是最主要的某一首非常有基點的曲子被濫用到極致 一開始我也在想是不是總數量減少導致歌曲重複度過高 還是有基點的曲子太少等等 但離職鬼機的OST數量其實跟創鬼閃鬼差不多 且有基點的曲子其實說真的也不少 但問題出在哪左思右想 第一當然不得不承認多少還是有下滑一點 但絕對不到嚴重大幅下滑的程度 最主要問題還是在選曲部分曲子被濫用到不行 曲子還是要有給他出場的對應點會讓玩家更印象深刻 就像劍女BGM其實一開始幾乎都是用在他身上 最後就到處濫用 不得不承認這首真的很好聽 但被濫用後給人的印象與價值就會嚴重下滑 另外OP也是已經懶得吐槽 竟然把最重要的OP用在尬5上面 OP是一款遊戲中的靈魂之一 真的不能濫用啊 再來語音部分以及諸多小遊戲都完全不見 這點我也可以理解 畢竟新的地區、新的遊戲引擎 有太多模組要重新開發 再加上法社的文本量是極為誇張的 之前有看到過 閃三的文字量是哈利波特拳擊加魔戒拳擊 再加上哈比人的文字量 且配音又是一句一句算錢的 在小公司又有特別注重財報的法社資金進攻下 難免會有取捨可以理解 但請拜託千萬 一整段重要劇情的時候 不要一個人有語音一個人沒有 帶入感真的會差很多 可以把一些路邊NBC或字線等等其餘地方減少都沒關係 但重點劇情真的沒有在省的啦 好啦再來講講戰鬥部分 這次有了大幅度的改動 加入所謂原野戰鬥 並且可以隨時切換原野戰鬥以及指令回合制 這點可以說是非常新鮮 且這次的指令戰鬥部分也依然非常有趣 它並非一般傳統回合制 它非常吃重戰位跟角色的速度 也引入了仇恨值的設定 但原野戰鬥部分跟LGC系統看似很有趣很好玩 確實也不錯玩啦 可以一直翻滾看 但事實上核心還是在於指令模式 原野模式的衝擊量就是讓你打打登機差距很大的小魔獸 一般通常還是在原野模式打入魔物後 快速切入指令模式來一個先手攻擊強的成績 不過這次在導力器的部分變得更加豐富 但說真的我並非專精在戰鬥系統方面 我只知道社長很努力的想要維持出老玩家的新鮮度 並同時照顧新玩家不要搞得太複雜的中間做取捨 不過對我來說把空靈幣的鎖定值加回來 我是非常樂見的 因為讓配盤的過程中又是一大樂趣 整體難度上 讓軌跡有大幅度的段位可以調整 基本上單純想看劇情就用very easy模式 絕對是爽打爽看沒問題 而對我來說 為什麼軌跡我都可以玩最高難度的惡夢模式 主要是因為軌跡系列一直都有個等級差補陣的系統 我一直覺得這個系統應該套用在所有遊戲中 這真的是像我這種愛逃課玩家的福音 等級差補陣就是當你經驗低於目前劇情推薦等級時 你所極差的怪物經驗會大幅提高 簡單說就是可以用力逃課沒問題 連我都可以在中章迷宮幾乎沒打幾隻小塊的情況 還能算輕鬆的過惡夢難度 雖然我在追實範的都完全不肯承認我實力的部分 他們都覺得我都是靠AT條跟運氣在過關的 總之 雖然AT條上的空降獎勵很照顧我 但整體上來說 這一座的惡夢難度應該是低於閃鬼跟創鬼沒問題的 有些技能組效果在黎恩應該也有大幅度的削弱 最後來講講一些目前已知大家比較在意的一些事情 首先很多人很喜歡黎恩 但討厭的可能更多 如果你完全不能夠接受黎恩在未來出場的話 那真的建議你可以直接放棄軌跡系列了 黎恩在出場的機率基本可以說是近乎100% 先不講師傑一直都有在提掉他 軌跡這種長系列曖昧情懷的 黎恩不出場的機率幾乎是不存在 再來羈絆系統 這座拔掉我實在非常非常開心 我真的蠻不喜歡羈絆系統的 這樣只會讓那些角色在未來的感情性上都只能避而不談 或是發射很下心來斜死CP 但可能會引發諸多不滿 所以我其實很開心這座拔掉羈絆系統 但調皮壞壞髮色 什麼不寫印要寫一個主角女友味的黨真 或許這樣會有點話題性跟火腰味 但不知道是不是名拿捏好 現在看起來女主角 學妹雅妮艾斯 跟范恩的親妹竹馬 見之少女艾倫茵 兩人之間的黨真問題看起來比想像中的嚴重一點 雖然我遊戲玩多了 親妹要贏的概率真的很低 但製作對於她的描繪跟范恩的過去 與她們三人的故事看起來是非常重要的設定 又尤其她們三人親妹竹馬的另外一位男角色盧妮 基本100%會是超級重要的角色與背後故事重要的設定之一 更讓這個黨真目前看起來真的是不無波 不過場外吵得這麼兇的原因 可能還是在於最後編劇對於其中一個角色的某幾段橋段安排的問題吧 但我打算另外再做一部針對劇情以及角色的新的影片再來想談 但如果想先知道我在哪邊的話 抱歉我是見女派的 好啦最後如果有什麼想知道 或是我對於什麼事件的看法 或是哪些角色的看法 但我這部影片沒提到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會挑一些一起整理到新的影片當中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啦 我是老K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